大家好,我是爱书真话的Tiger 近日,据相关爆料 采用台积电4nm工艺的骁龙8G2跑分曝光 可以看出搭载了这枚处理器的三星样机 跑分成绩非常出色 Geekbench 5单核跑分成绩为1524分 多核跑分成绩为4597分 与上一代骁龙8PAS2理器相比 骁龙8G2不论是单核还是多核的提升都非常巨大 初步计算 骁龙8G2的单核性能比骁龙8G1提升24% 多核也提升24% 这回大家是不是和Tiger一样 已经在等搭载骁龙8G2的新旗舰了 按照之前公布的消息 高通将在11月14日到17日举行骁龙峰会 而首批搭载它的新旗舰们 最快也会在11月下旬就登场 也就是说 刚刚发布了4个月的骁龙8PAS 还能再做一个多月的旗舰位置 那么废话不多说 赶紧和Tiger一起来盘谈新旗舰 看看有没有大火感兴趣的机型 小米13系列 如果不被摩托罗拉截活的话 我试说如果 这次首发骁龙8G2新机 很有可能会是老常客小米13系列 出厂的机型 老规矩 小米13和小米13PAS 根据此前爆料 标准版的小米13 将采用类似三星SR12的四边等宽直屏设计 尺寸为6.36英寸 FHD加分辨率的柔性屏幕 支持高频PMW调光 从小米12 12S 试水小屏旗舰的经验来看 Tiger觉得 直屏旗舰能不能重新站起来 可能很大程度上 要看小米13这波能不能成了 相比之下 小米13Pro就还是继续原有的路线 将会搭载最新款的三星16材质2K曲面屏 这块屏幕 也会是明年大部分顶级旗舰的标配 参考今年的义务 目前这款机子也已经率先入网 快充没变 还是120瓦 倒是影像 这次的升级似乎有点大 有博主爆料 小米13Pro不仅会上一英寸的超大敌主摄 整个三摄的组合 更是直接照搬了小米12S Ultra的那一套 唯一让小米12S Ultra保留颜面的 就是小米13Pro的长焦 将不会用上前望式模组 至于超大杯小米13Ultra 应该还得等到三四月才会上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 影像方面还是会继续加强 比如更猛的长焦 当然 小米13系列最大的旋逆 可能还是和去年一样 这一代 到底能不能上USB3.0了 Redmi K60系列 除了小米13系列之外 同样会首批搭载骁龙8G2的米系新机 还有隔壁的Redmi K60系列 不过 这次只由K60Pro独享 标准版的K60 还是继续沿用骁龙8Plus 其他方面 今年K50的2K直屏 受到不少好评 所以 K60和K60Pro还会继续用 快充方面 标准版大概率还是67W加 5500Hz超大电池 Pro在保留120W加5000Hz快充的同时 首次加上了30W无线充电 另外 像屏幕指纹 也会在K60系列上回归 从K40到K50 这两代的K系列 一直都是标准版比Pro版更像 感觉这次的K60Pro能不能逆转这个局面 主要就看骁龙8G2 到底能比骁龙8Plus强多少了 Vivo X90系列 今年摆在篮场面前 有两个选择 一是像小米一样 在下半年推出搭载骁龙8PiS的X80超大杯 二则是直接绕过骁龙8Plus 早点准备搭载骁龙8G2的X90系列 最终大家也看到了 篮场选择了后者 来看看这一代的机型 有三款 分别是X90 X90Pro X90ProPlus 其中 预计超大杯ProPlus将搭载骁龙8G2 其余两款则是搭载天机9000的迭代版 屏幕方面 标准版选了同样会在明年普及的1.5K柔性屏 Pro和ProPlus继续2K分辨率的三星E6 重点还是在于影像 其中 标准版还算比较常规 用的是IMX8C的大敌主设 至于Pro和ProPlus 就没那么简单了 按照目前的传闻 两款都将搭载1英寸超大敌主设 但两者具体传感器可能有差异 反正 ProPlus用索尼IMX989 应该是稳了 在划个重点 这两款的长焦都会有大升级 从800万像素 直接提升到6400万像素 对了 在ISP芯片上 X490系列也将搭载最新的VR字眼芯片 发布时间的话 预计是12月 相比起VIVX90系列的极致影像 IQ11 则是更倾向于极致性能 特别是标准版的IQ11 这一代的升级有点猛了 除了搭载骁龙8G2芯片之外 屏幕也升级到了三星2K16直屏 同时还会有16GB 加512GB的超大内存版本 至于IQ11 Pro 目前的消息确实不多 不过Tiger估计和标准版的差异 应该还是在快充和影像上 快充一台120瓦 一台200瓦 影像可能就是一台有自研VR芯片 一台没有 发布时间 可能比VIVX90系列会稍晚一点点 来到OPPO的Find X6系列 它和Redmi K60系列一样 只有Pro版用的是骁龙8G2 标准版还是骁龙8Plus 不过Tiger估计 大部分人都还是关心 这一代Pro的相机 到底有没有升级吧 答案是肯定的 Find X6 Pro的主摄 基本可以确定 不会再是IMX766 而是和长厂蓝厂同款的 1英寸IMX989 同时被网友们诟病了很久的长焦 这一代也会升级到5000万像素 到时候 大家都是同款的英寸传感器 那比拼的 就该是各家的算法了 其他方面 Find X6 Pro还将搭载 三星16材质的2K曲面屏 以及150瓦有线快充加50瓦 无线快充加4700mAh电池 一家11系列 一家的话 现在的方向有点和IQ类似 都是主打性能赛道 骁龙8G2 100瓦快充加5000毫安式电池 三星两K16屏幕 16GB超大内存 这些都会有 就是一英寸的主摄 暂时不会上 前段时间 也有外媒爆出了 一家11Pro的首批渲染图 有网友评论 像是舌头上含了个钮扣 你别说 还挺形象 三星S23系列 最后一款 聊聊三星S23系列 关于配置方面的变化 三星还是一如既往的挤牙膏 比如快充 S23全系列入网信息已经证实 这一代还是整整齐齐 全约25网 除了骁龙8G2之外 超大杯比较明显的升级 可能也就只有主摄了 用了三代的1亿像素 终于淘汰了 换成了更高的2亿像素 至于S23和S23 Plus 传闻配置的最大升级 也只有处理计划 更骚的还有外观 首先这是S23的渲染图 然后这是S23 Plus 相比S22和S22 Plus 有变化吗 有的 去掉了相机模组的装饰底 Tiger只能说 论记牙膏 在三星面前 苹果也只能算是弟弟 最后 Tiger再给大伙提个醒 新旗舰上市之前 现任旗舰骁龙8 Plus口机 将进入降价通道 那么老问题来了 大家会选择买就还是买新了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